台南一名杨先生日前跟朋友 来到安平区的火锅店用餐 但才一坐下来 就发现小蟑螂乱窜 爬上了卡尸炉跟塑造碗 就连肉盘也被污染 让杨先生越吃越没食欲 另外在台中的火锅店 同样也出现了蟑螂的踪影 谁安除现在也派员鸡查 来到火锅店 民众才准备大块躲移 但一旁进出现小翔踪影 我可以投诉吗 仔细一看不仅卡尸炉 就连沾酱的塑胶碗 都有小蟑螂 这个小蟑螂军像 十般的民众是受宠若惊 往旁边一瞧 柜子上头同样有小墙 这也让民众越看越恶心 感觉就是很恶 事发在这个月25号 台南安平区的平价连锁火锅店 当时杨先生跟朋友 来到火锅店庆功用餐 但才一坐下就发现小蟑螂乱窜 且小墙不仅爬上卡尸炉跟塑胶碗 眼看肉盘也被污染 杨先生也越吃越没食欲 对此业者也频频道歉 后续业者也将在店内进行轻销作业 但卫生单位仍将介入厘清 而另外在台中也传出有火锅店 环境当乱 不仅地板就连柜子上头 都出现蟑螂爬行 尽管业者致歉并表示 是进行灯隔热喷药 蟑螂才乱窜 且餐厅也消毒过两次 但食安处依旧派员了解 有蟑螂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请通认 就算当下并未看到蟑螂出没 但真的厨房洗涤区的天花板 有发霉情形 排油烟机有油污 食安处也责令业者限期改善 卫生单位不敢大意 就要避免不速之客 引发食安问题 接着这种报道